各位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分几期节目,给大家讲讲希腊哲学的衰落。 其实,这一时期的希腊哲学也可以看作是后来兴起的基督教哲学的一个重要开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希腊哲学圣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了。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从希腊哲学衰落的历史背景开始讲起。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在讲到亚里士多德时,说到了一位马其顿的国王菲利二世, 邀请亚里士多德给他的儿子亚里山大做了八年教师,不知大家还有印象吗? 当时,在希腊地区,各城邦战乱纷争不断, 北方的马其顿城邦逐渐强大和崛起,马其顿的国王菲利二世在希腊推广了一场运动。 当时,把彼此纷争不已的各城邦统一为马其顿王国。 而菲利二世去世以后,亚里山大登基,成立了亚里山大帝国。 这时,亚里山大正年轻有为,尽管一路以来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悉心教会, 但仍然保持着野蛮的本性。 他先后用武力征服了东方各国, 比如当时的巴比伦、埃及,一直到中亚和印度河流域,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帝国。 随着军事的扩张,亚里山大同时也把他尊崇的希腊文化传播到了东方, 推向了亚洲和北非的广大地区。 可以说,这在当时是盛况空前的。 但亚里山大很不幸,英年早逝,33岁便去世了。 我们都知道,亚里山大征服的这些地区都是靠纯武力征服的, 所以缺少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没有凝聚力。 所以当亚里山大死后,帝国被亚里山大的三个部将分为了三个帝国。 虽然说亚里山大去世了,但是之前东征的过程中已经把希腊的文化带到了东方。 希腊文化在东方推广了进程,并没有因为亚里山大的去世而结束, 而是继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希腊元素也融入到了东方的土壤中去了。 这段时期在历史上就称作希腊化。 所谓的希腊化,就是说希腊文化向东方的扩散和渗透, 希腊的悲剧、体育运动、希腊的艺术和哲学思想都纷纷传播到东方并开花结果。 这个时候你也许会说,希腊的文化传播到东方了, 应该是希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 那为什么说希腊的哲学走向了衰落呢? 其实啊,希腊化只是一个表象的特征, 表面上是希腊文化向东方的扩展, 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是希腊哲学走向衰落的一种体现了。 有两个地方跟大家要说明一下, 之前也讲到了公元前399年, 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 这标志着希腊民主政治的衰落, 因为这个时期的民主政治已经不再有当初的神圣。 还有一点,就是伯罗伯尼萨战争开始, 希腊的各个城邦已经开始放弃了分离主义和自由主义, 开始推行一种帝国主义的原则, 这样一来各个城邦纷争不断, 彼此内部的互相征战, 其结果就是北方的马其顿王国坐收于利, 推行的统一运动, 把各个城邦统一为马其顿王国了。 在这种情况下, 希腊的城邦制逐渐衰落, 走向瓦解。 而之前, 我们在最早的节目中已经讲到了, 希腊哲学的诞生就是源于希腊城邦制的繁荣。 城邦制的建立, 让每个人都要去思考普遍的规则和制度问题, 因为城邦是每个公民的城邦, 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去参与到国家的政治中, 所以大家都纷纷思考如何才能够更好地维护一个国家的良性发展, 这就是一种哲学的思考。 但此时, 随着城邦制的衰落, 马其顿帝国的建立, 亚历山大帝国的扩展, 表面上看是文化的扩张, 但实际上, 希腊的哲学就随着城邦制的衰落而衰落了。 而亚历士多德的时期正是马其顿王国开始统一一个内乱不断的各城邦的时期。 所以, 亚历士多德的哲学可以说是希腊城邦时期的最后的哲学了。 从亚历士多德哲学后, 希腊的哲学盛级而衰。 那么, 在希腊哲学衰退的时期, 大家思考问题的焦点又是什么呢? 接着我们刚刚的说, 希腊文化向东方的扩展, 影响也是双向的。 一方面, 表面上希腊文化向东方传播, 但另一方面, 希腊人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反向渗透, 因为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说的东方文化并不包括中国文化, 而是指的是亚历山大征服的那些东方地区的文化, 包括巴比伦文化, 波斯文化和埃及文化。 但在当时那个时期, 这些文化中更多的是含有一些糟粕的东西, 比如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 在这样的环境下, 当时的希腊人开始走向一种自我意识的膨胀, 因为之前希腊奉行的是一种自然主义, 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享乐、 纵欲的生活态度。 但随着这些东方文化和价值观反向流入希腊后, 希腊人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再加上城邦制度的瓦解, 每个公民已经不需要再去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去了, 因为之前的城邦制, 每个人会把国家当作是自己的事情。 但城邦制瓦解了, 国家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了。 于是, 希腊人的思考焦点不再是国家的问题, 也不再关心世界的本源和本体的问题了。 之前已经讲到, 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关注的都是世界本源的问题, 世界的客观真理是什么, 或者走的是行而上学道路, 探究世界的那个道是什么。 但此时, 希腊人把心中恢弘的理想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越来越沉溺于个人的享乐, 沉浸在感官刺激的快乐中, 对世界的本质和本源问题已经不再感兴趣了。 那么, 在这个历史时期, 哲学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 在这样一个百无聊聊的世界里, 人如何能过得幸福? 人如何才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活得快乐? 幸福在希腊化时期是哲学家首要要关心的问题。 希腊哲学走向了一种感觉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方向。 因为凭着感觉嘛, 幸福是人内心的一种感受, 到底是追求快乐是一种幸福, 还是追求德性是一种幸福? 哲学家不再关心中级问题, 不再关心行而上学问题, 而转向幸福这个伦理学的问题了, 转向了个人生存相关的问题, 如何快乐, 如何让自己过得更好? 从历史的角度, 这不是少了一点哲学应有的那种辉煌的气魄, 却少了对国家的关注, 对世界本质问题的关注, 而转向个人的小情小爱的层面。 而在希腊化时期, 主要出现了三大哲学学派, 它们分别是伊比旧路学派, 斯多格主义和怀疑主义。 这三个学派各有各的理论, 甚至有些学派观点是直接对立的, 比如伊比旧路主义和斯多格主义, 针锋相对的两个学派, 伊比旧路学派强调快乐主义, 后世表现为一种纵欲主义, 而斯多格主义则强调一种节制的生活, 追求美德才能幸福, 这是一种禁欲主义的表现。 而怀疑主义表面上没有形成直接对立, 但和整个希腊哲学构成了更深刻意义上的对立。 虽然这三大学派彼此思想和观点不同,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 都对现实世界不感兴趣, 对世界本源不感兴趣, 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 人如何才能获得幸福, 获得快乐, 个人自我的完善问题, 个人当下的幸福和快感。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特点。 好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古希腊哲学走向衰落的时代背景,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由于城邦制度的瓦解, 民主制度的精髓也随之瓦解, 而建立于城邦制度的古希腊哲学, 也逐渐走向衰落。 再加上当时希腊文化对东方的输出 产生了反输出的影响。 希腊人接受到了东方文化中糟粕的部分, 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 希腊哲学逐渐从对世界本源的探索问题, 转向了对个人生活的幸福问题的探索, 从而出现了三大哲学学派, 伊比纠路主义、 斯多格主义和怀疑主义。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 对现实世界漠不关心, 只关注于个人当下生活的快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大家都理解了吗? 后面的几期节目, 我们将对这三大学派做详细的介绍。 下期节目, 我们首先要讲到的是, 伊比纠路主义。 感谢收听, 下期见。